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,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,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,清朝乾隆时期,阎山成熙有个秀赛叫江郎,齐齐聂氏不仅知书达理,长得还倾国倾城,很讨人喜欢,江郎父母早亡,而聂氏嫁入江家后,也还未生育平日,只有夫妻二人居住在一座宽敞的四合院里,江郎有个朋友叫赵紫玉,此人虽然长得一表人才, 但内心极其丑陋,经常干些道貌安然的事情,赵紫玉知道聂氏貌美如花,早就想打她的主意,可爱女友江郎在她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,一日赵紫玉犯了相思之病,便带着两名随从,去张郎家里准备见见聂氏,她觉得即使搞不到什么好事,但能看看她也是一件愉悦的事情,打开网易新闻查看更多图片,赵紫玉上门知识,恰好江郎外出买眉, 去了聂氏界敲门人士,郎君好友就毫不设防地将其请进院中礼貌相待,赵紫玉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,趁机对聂氏动手动脚,一心想要跟他那个聂氏言辞拒绝的同时大喊救命,众邻居听的叫声,都拿了家伙前来帮忙,赵紫玉吃了一下,赶紧带着两个仆人狼狈而逃,不久江郎从外面回来了,得知赵紫玉的所作所为后, 这小子也是气愤填膺,当即找了根棍子要去赵家理论,你也是知道这个赵紫玉有钱有势手腕通天,担心丈夫吃亏,便劝说道,张郎是已至此,你以后不要再跟那个赵紫玉来往就是了,如果现在再去找他麻烦,他必然报复咱们,虽然咱们有理,可他有钱有势,一旦实起坏来,咱们就麻烦了, 不行骨于纽约朋友妻,不可其亏,我把他赵紫玉当好朋友看待,他却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,我今天必须让他给我一个交代,江郎提着家伙气冲冲的去找赵紫玉算账了,你也是愣是没有拦住,到了赵家江郎揪住赵紫玉的衣领就要发飙,赵紫玉做贼心虚,赶紧假惺惺的抱拳道,江兄实在对不住,今日中午饮酒过剩,误把嫂嫂当成了我家娘子,还请江兄大人, 不要跟小弟一般见识啊,此话当真,张郎闻着一股浓浓的酒味,从赵紫玉嘴里流出,不由的渐渐松开了这丝的衣领,其实他不知道,赵紫玉为了开脱回家后,故意喝了半瓶白酒下肚,造成醉酒的假象,千真万确,江兄如果不信的话,我可以把家里所有人找来作证,赵紫玉信誓旦旦的一番保证,张郎这才算尽于气,咒了咒没道,既然喝不了那么多, 那就别喝啊,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才是,弟弟知错了,明日在摘星楼背下薄酒请醉,还请江兄和嫂嫂能够赏光,赵紫玉偷笑着说道,张郎犹豫败想,这才说到我来就是了,你嫂嫂最近不便露面,那好,江兄一定要准时赴约哦,赵紫玉继续坏笑着,江郎不查抱抱手离去了,回到家中后,他便将赵紫玉醉酒, 随后认错的是告知聂氏,让他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,聂氏情知赵紫玉撒了谎,这让张郎以后不要再跟着思乡,来往张郎表面答应得爽快,然而第二日中午,他就去摘星楼赴约了几个狐朋狗友,跟着赵紫玉一起胡吃海喝,一直从午时喝到了身时,将郎才醉熏熏地回到了家里,脚跟还没站稳, 这小子就开始上吐下泻,起初聂氏还以为他吃坏了东西,可到了晚上他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对了,因为他脸上暗淡无光不说,嘴角还开始流血了,你也是赶紧要出门去请郎中,张郎却一把抓住他的手道,来不及了,娘子我现在心如刀绞,实在疼痛难耐,我肯定被那赵紫玉暗算了,我命休矣,我真后悔没有听你的话,真不该跟他去喝酒,那那怎么办,聂氏急得手足, 我足无措,张郎喘着粗气,断断续续地说道,那死肯定在我的酒杯里下了毒,竟然是中毒而死的,我的体内必然留有残毒,到时候你去官府报官我的冤情,便可得到申诉,那那现在就去报官,现在的县态也是赵紫玉的亲戚,你去报官不但于事无补,你还会跟着遭罪,听我的话一定要等新县令上任之后,再去帮我申诉冤情,张郎说完这句话后一命呜呼了, 聂氏忍着悲痛去棺材坡里买了棺材,将张郎尸体收敛入关,七日之后的上午张郎下丧,下午赵紫玉又带着两个仆人甲义来调研,实则来调戏聂氏了,赵紫玉偷笑地说道, 嫂嫂江兄在世时就曾对我说,他若早与我病逝了,就让我来照顾你,没想到他的话这么快就应验了,为了达成他的意愿,小弟今日斗胆,特意请嫂嫂去府上住上一段时日,既然江郎是这么说的,那我就听叔叔的安排了,也是心里很清楚,他若是不答应,这个赵紫玉必然还会从中使坏的, 他干脆将计就计跟着赵紫玉回到了丈夫生活当晚,赵紫玉就强行占有了烈士,而聂氏为了替蟑螂报仇,也暂时隐忍了下来,虽然这个赵紫玉表里不一,但他对这个聂氏还是十分上心的,但凡他要什么他就给他买什么,他要吃什么他就让厨子做什么,为了名正言顺地将聂氏收编到自己府下,他还让他做了小妾,烈士表面对赵紫玉微笑感恩,但内心里是恨死他了, 他一直想找机会除掉这小子,可是这家伙警惕性很高,根本就找不到机会下手,如此的过了六年,老县令终于下台了,新县令女青年上任后公正联名,他的名声很快就传开了,你也是知道魏夫报仇的时机到了,可是他还不能确定,赵紫玉当年到底有没有在江郎的酒里下毒,为了弄清这一点,烈士多次与赵紫玉举杯对饮,然后拐弯抹角地套他的话, 赵紫玉以为聂氏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了,于是一高兴就承认了,娘子如果当初不是我命人在江郎的酒杯里下毒,那那个短命鬼也不会早死了,如果不是他早死了,咱们现在也不会坐在一起喝酒赏月了,你也是得到确定的答案后,第二日就去县衙里报了官,实现倪清言听聂氏诉说了事件的详细,始末后暗暗感叹聂氏对张郎的钟情, 立即命人悄悄揭开了张郎的坟墓,开棺验尸,果然查明张郎就是被毒死的,倪清言果断下了命令,将嫌犯赵紫玉带上堂来问话,面对涅施的指证,赵紫玉既不承认他毒杀了张郎,又不承认他说过的话,倪清言不由地拍着金唐木笑道,你大概还不知道,本官已经查验了张郎的尸体吧, 虽然他肉身已经腐化,但牛肚已经进入他白骨之中,如今他喉不骨骼,腹部骨骼均呈黑色,那不是你对他下了毒又是什么,赵紫玉听到这话,顿时吓得面如土色,倪支线二话不说,又趁热打铁地对这小子动了大行,赵紫玉熬不过刑法,只得交代了将慢性毒药下到江郎酒杯里,将其暗杀的犯罪事实,最终赵紫玉及其售卖毒药的药店老板,均被斩首示众, 将狼大仇得报,涅士也算了了一桩心愿,在赵紫玉被斩首之后,涅士也上吊自杀了,倪清言听到这个消息后,不仅也是黯然泪下,最终他将涅士与蟑螂埋在了一起,还将其所作所谓写到奏章里,上表朝廷,以此表彰涅士的忠意,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,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,可以长安点赞支持一下,明朝议员卖成婚,十年无子, 园外抱自心切,找了无数名医诊治皆不见效,园外愤怒之下责怪妻子无能,没想到妻子却大声哭着说,问你弟弟做了啥,应天府有个叫詹清云的园外,张园外的妻子还是成婚十年,心下却没有一儿半女,夫妻俩请了无数名医诊治, 大夫皆说两人的身体没有大碍,还是每日都会吃有多身孕的药,他的肚子却没有半点动静,眼看偌大的家也无人继承,詹清云夫妻为此愁得吃饭不香,夜不能寐,詹清云有个弟弟名叫詹清智,两兄弟住在一起,与詹清云夫妇不同,詹清智虽好吃懒做,整日游手好闲,他们膝下却有三子一女, 张清智夫妻知道大哥大嫂为了子女知识发愁,时常安慰他们,张清智的妻子郭氏与韩氏的关系非常好,每日还是喝做胎药的时候,郭氏担心他伤心难过,都会来陪着韩氏,一日下午,詹清云和韩氏又出门拜访明依,回家时脸色却很不好看,两人回了房间以后,更是大吵一架,原来詹清云和韩氏看了明依以后,在回来的路上,詹清云对韩信说, 想要从詹清智那里过继一个孩子,韩氏却不赞同詹清云的想法,他们夫妻还年轻,往后的日子还长,他相信他们夫妻一定可以有自己的孩子,何况父母是孩子的心头肉,谁的孩子谁心疼,他们怎么能拆散詹清子父子呢? 詹清云心中只想有一个孩子,他听不进句韩氏的解释,心中只怪韩氏生不出孩子,还不愿顾及弟弟的孩子,夫妻二人吵得不可开交,詹清云愤怒之下说韩氏无能,还是伤心地跑出房间,想去找故事诉苦,却听到詹清智和郭氏的秘密计划,詹清云看到还是哭着跑出去,恩恩后悔自己说了那么重的话,急忙出门寻找韩氏, 当他看到韩氏进了郭氏院内,没好意思跟进去,只能在一旁的凉亭内等待韩氏,过了一会儿,詹清云看到韩氏脸色苍白地从郭氏院内出来,又见韩氏回到房间,便开始审问丫鬟,忙进屋问韩氏发生了什么,还是伤心地看着詹清云,哭着说道,咱们夫妻多年,我对你一心一意,没有紫色我也伤心,你责怪我无能,倒不如去问问你弟弟做了什么,詹清云不解道, 咱们夫妻无子与二弟有什么相干,还是擦了擦眼泪,便将自己在詹清智夫妇门外听到的一切,全部告诉了詹清云,原来韩氏走到郭氏门口,却听到詹清智对郭氏说道,我昨晚已经和大哥说了,将咱们的老三过季给他当四死,大哥大嫂最喜欢老三,他们又生不出孩子,一定会同意的,将来咱儿子继承了大哥的产业,咱们就吃喝不愁了,这真是太好了,还是太好了, 也高兴道,也不枉我这些年,在那韩氏面前釜迪坐小,这些年我买通韩氏身边的丫鬟,将他的做胎药全部换成碧子汤,虽花了不少钱,倒也值了,还是听到这话,不由下的脸色苍白,原来自己每天喝药时,郭氏前来陪伴自己,就是为了亲眼看自己喝下碧子汤,张清智夫妻竟然这样算计他们,可怜他和詹清云一直被蒙在鼓里, 还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詹清子夫妻的院子,他回到房间以后,便将身边的丫鬟关起来挨个审问,一个叫小桃红的丫鬟哭着认了罪,小桃红是专门给韩氏熬药的,他见钱眼开收了郭氏的银子,才将韩氏的坐胎药换成了栗子汤,张清云知道真相以后怒不可遏,弟弟整日游手好闲,他善待詹清子夫妻,给他们钱花, 又真心疼爱他们的孩子,没想到詹清智夫妻竟然如此算计他们,詹清云盛怒之下,将弟弟一家赶出家门,詹清智一家没了大哥的照顾,他们平时大手大搅惯了,很快就花光了手中积蓄,最后只能吃野菜充饥,而小桃红泯灭良心,被詹清云卖去封尘之地,一生无法逃脱,后来詹清云夫妻和好如初,他们悉心调养身体,半年以后,果然传来了还是有缘, 运的好消息,十个月后韩世生下一对龙凤胎,詹清云一下得了一双儿女,高兴得合不龙嘴,从那以后,詹清云一家四口过上了幸福安宁的生活,两者的话詹清智夫妻机关算尽,为了银钱至亲情不顾,他们最终两手空空,什么也没有得到,在这个世界上,有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,这种不正当的行为,最终只会害人害己,所谓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 每个人的行为,最终会回报给自身,做了好事会有好的报答,做了恶事会有恶的报应,一切不过是自己就由自取,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,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,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,清乾隆年间,陈州有家当铺,老板姓隋,人称隋家当铺,当铺是以身宅大院,四周围墙高耸, 墙下布满了枣木桩,人掉下去别想活着出来,再加上当铺里养着一批武艺高强的保镖,更使当铺固若金汤,因此当铺远近闻名,生意红火,这一年陈州来了一位姓丁的直线,他上任第三天便登门拜访了隋老板,此后一来二王两人结成了朋友,当时陈州盗贼多,连线太爷的大义也差点失窃, 丁支县为此整天忧心忡忡,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,他想出了一条妙计,每天天黑就把大爷拿到当铺去当,第二天一早再输回来,这一招果然奏效,一连几个月平安无事,谁料半年之后,郑州府抓到了一批贩毒贩,这伙贩毒贩把鸦片藏在其他货物里运送,因为有盖着观音的陈州县衙的路票,所以一路畅通无阻,路票上盖着陈州县的观音,丁支县又惊又怒, 找到隋老板说,隋老板,你不该利用我当观音直击四开路票呀,要是上面追查下来,我可怎么交代,隋老板一听,大吃一惊,王说自从你把观音寄放我店之后,我都是亲自保管,从没干一点缺德的事,怎么会拿咱俩的友情当儿戏,再说你每晚送来的观音,都是用铁箱子锁了的,我又没要事,怎么能动用你的观音呢,灵支县皱着眉头说,我也不相信你会干这样的事, 可是我没干,你没干,那又会是谁干的呢,孙老板挠挠头皮,会不会是每天来当铺送印的那个牙医干的,灵支县点点头,你说的有理,可惜那牙医已经逃跑,并在途中被人杀死了,隋老板看来这是只能委屈你了,你说什么,隋老板拍案而起,你无根无据,凭什么咬定是我干的, 丁志现不慌不忙的说,隋老板,你忘了,我手里还有你的当票,足以证明路票是你偷盖了我的大眼开出去的,当然这是抖出来,对我也很不利,但我只不过犯了当观音的罪,充其量摘去乌纱帽,而你是撕开路票,结果贩毒,那是要做大牢,说不定还要掉脑袋的呢, 听听支县一说,隋老板下的头上直冒冷汗,抖抖琐琐的问丁志现,你说这是咋办,丁志现说事到如今,唯一的办法只有杀人灭口,毁掉路票凭证,才能保你平安无事,但要杀人灭口,消除罪证,得用银子去打通关节,在这件事上你别无他法,只有破财消灾了,隋老板知道自己撞在枪口上了,为了活命,只好忍痛取出五万两银子给了丁志现, 并说了许多好话,才将这件事遮掩过去,时隔一年,隋老板回湖北探亲,不料竟在汉口碰到了那曾经每天早晚跑当铺,送去大印的牙印,不是说他死了吗,隋老板犯起意来,他正在犹豫,那个牙医上前招呼,又这不是隋老板吗,走走走,到韩社去坐坐,说着垃圾隋老板回到家里,原来他在一条小巷里开了家小店,生意蛮好,一家人生活也不错, 孙老板自然很生气,便说原来你躲在这里,我平白无故丢了五万两银子呀,一这才道出了事情的真相,隋老板,你上了丁志现的当了,什么贩毒路票呀,全是胡说八道,就连我每天送到你当铺的铁盒里,也根本没什么大印,他给了我一千两银子,让我跑得远远的,目的就是为了炸你呀, 听牙医这么一说,隋老板惊呆了,终于他悟出了一个道理,这个七品官真比土匪还要凶狠哟,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,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,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,明诞幕年有个叫楚刘祥的书生,文武双全,风度翩翩,气质脱俗,为人忠厚,父亲早丧,世母至孝, 因为一场文艺,楚母不幸灾难,楚刘祥痛苦不已,将母亲安葬之后,决定在母亲坟前守校三年,就在母亲坟前搭了一个茅草屋,一边守校,一边苦毒,一个雨夜,楚刘祥正在屋中作文,一个女人急匆匆跑进来,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,女子表示风雨交加,希望能够借宿一晚,楚刘祥饱毒圣贤,心地善良,可怜这对母子就允许他们留下,还给他们的女子, 准备了热水和馒头,女子感激不尽,女子虽然衣服头发都被打湿了,看起来有些狼狈,却难掩角色容颜,楚刘祥拿来干衣给女子换上,又生了活给女子烤衣服,一边烤衣服一边交谈,一番交谈之后,女子将自己的身世娓娓道来,据女子说她从当途逃难而来,因为家乡闹饥荒,丈夫饿死,只留下自己和三个月大的孩子无依无靠,还受当地地主恶霸的欺辱, 无奈之下,背井离乡,一路饥餐可饮,受尽苦楚,徒尽此地,幸得公子收留,感激不尽,楚刘祥听了寡妇身世和遭遇之后,唏嘘不已,对这对孤儿寡母好生同情,表示若不嫌寒涉简陋,可去我家居住,楚刘祥果然是个谦谦君子,她没有留寡妇在自己居住的茅草屋留宿, 而是让寡妇去自己家中居住,这样既帮助了寡妇,也对自己的名声没有损害,没想到寡妇却说,公子既然有意照料我们孤儿寡母,我愿意留在此地侍奉公子,希望公子不要嫌弃,楚刘祥一番推辞之后,寡妇依然坚持要在茅草屋留宿,楚刘祥无可奈何, 只好随她,寡妇毫不客气,抱着孩子在楚刘祥的床上躺下,楚刘祥见于男女之大方,便趴在书桌上睡着了,半夜时分,楚刘祥做了个梦,她梦到了自己的母亲,母亲慈祥地对她说,你身边的女人她不是人,你莫要被骗了,楚刘祥思念母亲,见到母亲出现,慌忙上前呼喊,惊醒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做了个梦,楚刘祥定了定神,回想梦中母亲说的话, 又看了一眼睡在床上的女子,盖在胸前的被子有规律地一起一幅告诉楚刘祥,女子睡得很香,她本想喊醒女子问个清楚,此时见她睡得那么香,不禁有些愁愁,于是继续服按睡去,到了下半夜,楚刘祥被一阵惊雷惊醒,那雷好像是在屋顶披下,震得整个房屋都在颤抖,那女子听见雷声,直接从床上跳下,钻到楚刘祥怀里,楚刘祥心想女人胆小, 一时惊慌失措,也没有放在心上,人寡妇伏在这里尖头发抖,寡妇伏在她尖头瑟瑟发抖,楚刘祥只觉相风阵阵,沁人心脾,一阵头晕目眩,手不自觉地从后来搂住寡妇,许久寡妇才停止发抖,寡妇的手开始在楚刘祥的后背游走,最后停在楚刘祥后心的位置,电闪雷鸣 中间,寡妇白嫩的手掌,突然变成毛茸茸的手掌,锋利的爪子猛地抬起要落下,眼见就要刺穿楚刘祥的皮肤,千钧一发之际,一个惊雷劈下,寡妇二的一声倒了下去,身体化成一个毛茸茸的动物,楚刘祥下出一身冷汗,心想若不是这个雷劈下,自己可能已经命丧妖精之手了, 在回想梦中母亲说的话,不禁一阵后怕,寡妇是妖精所变,那她的孩子呢,是不是也是妖精,楚刘祥取出匕首走向床边,掀开被子,哪有什么婴孩,被窝里只有一只乌鸡,楚刘祥拿出匕首杀了乌鸡,又去地上检查寡妇的尸首,发现是一只鲤,便把鲤和乌鸡都挖坑埋了,第二天雨过天晴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的清香,楚刘祥大难未死, 到母亲坟前烧香祭拜,一个年轻的黑衣男子来到跟前,询问楚刘祥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,并且描述出妻子的容貌和穿着打扮,楚刘祥一听就知道,他问的是昨夜已死的两个妖精,便说道你妻子是妖精,是黎妖所化,昨夜遇害我被天雷劈死,已经埋了,男子听了大怒,要和楚刘祥拼命,让楚刘祥还他妻子命来,楚刘祥无奈只好挖开坑, 发现坑内并没有老黎和乌鸡,竟是寡妇和孩子,男子健壮,痛哭不已,说楚刘祥无辜加害自己妻儿,一定要报官,给妻儿讨个公道,没多久牙龈变大,将楚刘祥拘去公堂并问话,并抬走死者尸首,公堂之上,面对县令的问话,楚刘祥说自己杀的是乌鸡,并没有杀人,并将当夜发生的事情复述一遍,楚刘祥虽然说的情真意切, 但是黑衣男子一口咬定是楚刘祥杀了他妻儿,表示一定是楚刘祥寄予他妻子的美色,半夜三更欲行非礼,遭到反抗,恼羞成怒,杀人埋尸,原告和被告公说公有礼,婆说婆有礼,县令一时陷入两难,不知该如何审判, 这时师爷想到个办法,福尔说与县令,县令首肯,师爷退下之后,没多久牵来一条大黑狗,大黑狗刚到公堂,就对着黑衣男子狂吠不止,呲牙咧嘴,想要扑上去,黑衣男子健壮,转身欲逃,师爷放开狗绳,黑狗凶狠地扑了上去,咬住黑衣男子,黑衣男子瞬间变成一只黑狸,黑狸现出原形之后, 排来的寡妇和孩子,也变成了离合乌鸡,编者的话一般的妖邪都怕雷,怕黑狗,故事中的驴妖也是,林妖迷惑书生意图加害,被惊雷劈死,楚刘祥保住性命,皆因自己光明磊落,一身正气,做人就该如楚刘祥,而不听会声,目不躲恶色,如此才能夜半不怕鬼敲门。